大家好 作詞・作曲・編曲 李宗盛 編曲 李宗盛 这样搓洗一遍以后 这个鸡蛋就洗干净了 冲洗干净以后 我们先把它装入盘中备用 然后我们电饭锅洗干净 我们再准备三张纸巾 把它垫在锅底 如果有纱布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纱布 现在我们每家每户 都是用电饭锅来煮饭 这样做是非常方便的 然后我们再放入两勺的清水 把这个湿巾浸湿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再把洗干净的鸡蛋 一个一个的放进去 把它平整的放满锅底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盖子盖上 开启煮饭键 这样煮到自动跳炸鸡蛋就好了 用电饭锅来蒸鸡蛋 非常的方便 不用看火 不用看水 电饭锅这样煮上一分钟 它就自动跳入保温键 现在我们就把盖子打开来看一看 所有的鸡蛋都是非常的完整 没有裂开 这样煮出来的鸡蛋 各个匀润不破 我们用筷子轻轻地夹它 就可以夹起来了 这样证明鸡蛋就已经完全熟透了 夹出来以后 我们快速地把它放入冷水中 迅速降温 这样比较容易剥壳 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电饭锅的这个纸巾 这个纸巾完全的干透 但是我们拿出来还可以再利用 用来擦油烟机或者擦灶台都是可以的 鸡蛋泡好以后 我们把它拿出来放入盘子中 然后我们再把它剥开来看一下 这样煮出来的鸡蛋泡过水 非常容易地剥壳 不粘壳 并且我们可以看出这个鸡蛋非常的嫩 这样摸起来QQ弹弹的 打开来看一下 可以看到里面这个蛋黄刚刚成熟 非常的软 这样吃起来不干 非常的好吃 这个方法煮鸡蛋非常的简单 你们都学会了吗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吃的朋友一定要收藏起来试试 别忘记点赞评论准发哦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这里是百味厨娘 谢谢您的支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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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